塞尔维亚一座村庄的传统踩高桥 现在发展成小村的全民运动 中校学生们甚至会踩高桥踢足球 或者是赛跑 孩子们脚踩高桥 身穿传统服饰 伴随轻快旋律左右踏步 节奏越来越快 大家整齐划衣 保持完美半圈 让人惊叹 不过令人大开眼界的还在后头 你一脚我一脚 圣门拦截样样来 冲刺赛跑也在高桥上完成 较健身手令人折舌 这里是塞尔维亚东北村庄沃鲁甲 在这里踩高桥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 几乎跟走路一样稀松平常 原来沃鲁甲坐落在山谷间 溪流满布 据传村民为了在泥泞间自由行动 不弄是双脚 会在走过森林时挑选有分叉的树枝 用藤条绑一绑 久而久之 发展出高约30公分的高桥绝活 随着时代变迁 村民不再务农 百年传统一度是为 幸好在地方组织推动下 蔡高桥纳入中小学的体育跟艺术课程 保留这项传统技能 也让小村发展出独一无二的高桥文化 邱凯文定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